- 带你散步啦 - 带你散步啦 - 請部長 - 葉永好 - 部長,你有看到今天的這個週刊嗎? - 是 - 是喔,剛才 - 郭委員已經質詢了你 - 這裡他用的標題是 - 夭壽啊 - 夭壽你聽得懂嗎? - 知道 - 就是說 - 夭壽 - 把這個走山的廢土 - 再去找一個順向坡 - 來 - 堆放 - 讓北二高再現崩塌危機 - 這樣是違言聳聽嗎?部長 - 照我瞭解就是這個地方是原來這個高速公路在施工過程上的 - 好,部長 - 剛才我也很認真的聽了你們的答覆 - 也不是順向坡 - 我會要求高工局對媒體做清楚的說明 - 你說那個不是順向坡,是不是? - 是,他們 - 你確定那個不是順向坡,是不是? - 你們做的調查嗎? - 那個地方那是一個汽土區 - 什麼?我聽不見? - 那個地方是一個低挖的,所以在二高施工的時候是一個填土區 - 填完土以後再做一個整理,做做一個施工的這個平台 - 你確定那個不是順向坡? - 不是 - 你是地質學家嗎? - 不是 - 因為這個我們同仁已經在現場,都已經核對過了 - 你們同仁是地質學家嗎? - 這個都施工的時候都有資料 - 有資料,誰提供的資料? - 這條路在規... - 在什麼? - 在施工規劃階段都有這個資料 - 就是那個地方的資料 - 好,部長 - 我們看到這個,這一篇真的覺得非常的害怕 - 第一,你們的楊段長 - 楊段長今天沒有在啦,他是說 - 這一塊地是高工局的入權範圍,所以我們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- 部長,如果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心態,想怎麼用就怎麼用的話 - 那難怪我們有那麼多的災難要發生喔 - 我們再來想 - 剛才你說,說災害緊急處理,所以沒有做環境影響評估 - 對不對,沒有做環評,對不對 - 部長我再確認一下,是不是因為這是災害緊急處理 - 所以沒有做環評 - 是不是這樣? - 我要請部長,是不是 - 部長是不是這樣? - 要讓他說明啦,因為那個地他們... - 部長,這個本來就是一個施工的時候一個... - 部長,我要你說明了,剛剛是你答覆這樣的 - 你答覆郭委員說,這個叫做... - 提供的資料是他們提供的啦 - 對啦,但是你在這裡說話,所以你要負責啊 - 這一塊地... - 他們以後我們沒有辦法問到啊 - 對,這一塊地,我得到的資料就是 - 在他們施工過去北二高施工的時候就是一個契土區 - 那個時候就是一個契土區 - 那麼現在呢,他們就說... - 覺得這個契土區是還有空間可以容納 - 所以他就把他這邊... - 就是說這一次... - 這些都講過了,部長我剛剛是問你說... - 你答覆我們本委員會的剛才的答覆 - 我剛才在下面聽到了很清楚 - 是你的答覆說,因為這個地方你們堆放廢土的地方是... - 根據災害緊急處理... - 這個話不是我講的... - 好,那你認為他們這樣對嗎? - 那是誰講的? - 我要了解,因為我認為這一塊地... - 在他們當時施工的時候就是一個契土區 - 我的了解是這個樣子 - 好,那麼契土區不用做環評嗎?部長 - 那個在他們施工過程中應該有處理 - 我當然可以去查一下 - 部長,他施工怎麼樣是另外一回事 - 他現在把這些走山的廢土堆到那個... - 你所謂的可以堆廢土的地方沒有做環評是一個事實嘛,對不對? - 報委員,他在當時施工期間就可以堆廢土 - 所以他那個時候應該就有所依據,我可以來查 - 好,這部分我並不清楚 - 那你不清楚我怎麼問啊? - 這一刻我並不清楚 - 部長不清楚,那我怎麼問? - 因為我知道的是他們施工期間就在用 - 所以根據這樣一個情形呢,目前繼續用 - 應該是過去已經有依據在 - 好,那剛才你說不是你說的 - 那你的部署說這個地方呢 - 因為是災害緊急處理 - 所以沒有環評,我可以堆放這些企圖 - 你的部署說的你不用負責嗎? - 這個我想他們要進一步說明,報委員 - 我的了解,報委員 - 我的了解是他施工期間就是個企圖區 - 所以現在繼續用 - 施工期間的企圖量沒有這麼多嗎? - 報委員,我可以來了解 - 沒有這種上萬的土方嗎? - 我可以來了解,好不好? - 我可以來了解 - 如果有問題,報委員 - 報委員,我可以這樣講了 - 如果說從這個... - 主席啊,這樣我問不下去 - 報委員,如果量上面有問題 - 放在那個地方有問題 - 當然我們會把那個量 - 再把它清到台北港去,好不好? - 因為這個案件 - 我確實是今天看雜誌報導 - 我才知道這個情形 - 那麼大家有這個質疑 - 大家既然有這個質疑 - 我們進一步就來了解 - 了解之後 - 如果這中間有任何... - 不管是法上面的問題 - 還是工程方面的問題 - 那我們今天問不下去 - 我們是不是要等他問清楚 - 搞清楚 - 我們再來開會啊? - 因為我問的說 - 他今天早上才看報紙 - 所以他搞不清楚 - 因為今天這個案 - 今天這個委員會 - 不是針對這個案來報告的 -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 - 這個案比今天的 - 今天的這個公路總局還更重要 - 所以我們這個有立即的危險 - 我們憂慮的是立即的危險 - 所以這個質詢 - 我認為部長應該... -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- 我們可以來進一步了解這個情形 - 部長... - 如果有確實有疑慮 - 那我要請剛才講... - 我們就會來處理 - 剛剛是誰講的? - 我們要不要再調一下 - 剛剛是誰講的? - 啊... - 啊... - 誰講的? - 剛才我講的... - 你講的... - 好... - 你根據這個災害緊急處理 - 就可以堆放這麼多的廢土 - 是這樣嗎? - 不用還評? - 是這樣嗎? - 不是... - 這是我們緊急處理的時候 - 這是一個暫自區 - 跟委員報告 - 那這個地方在原來施工的時候... - 這不是暫自區喔 - 這是你們還準備要永久放...堆放喔 - 這個... - 當然這個... - 我們是確定是暫自區 - 因為這個地方的土方 - 區岸方的話呢... - 大家看照片的話 - 也不是說在那邊堆放 - 是一層一層的... - 好好的放 - 那這個地方的土方也蠻好的 - 就是說... - 會當北部地區的... - 至少你們現在已經改口了啦 - 你們現在改口 - 這個地方不是要永久堆放 - 這個地方是暫時堆放 - 那以後要再到哪去? - 這是一個土方銀行 - 會跟北部地區的公共建設 - 做一個就是說協調以後... - 好... - 這個是暫放 - 那請問你們要暫放多久? - 這個就是要跟... - 其他工程協調的工程進度 - 我們配合它來處理 -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說法 - 部長... - 這個是暫放 - 不是你們今天改口 - 這個不是永久堆放 - 它本來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土方銀行的想法 - 你要放多久? - 會進進出出啦 - 會進進出出啦 - 我想可以跟委員報告啦 - 這個是土方銀行 - 那要做還評吧 - 一方面... - 請問我們... - 請問的 - 照片 - 等你 - 作為範圍 - 区 - 從 - 曾